我们的Jarscript的话,相当于是什么呢?前端的第三大块吧,前端第三大块,Jarscript,那么JS这个东西的话是,我们Jarscript实际上是简称为JS吧,JS,好,这个JS的话,那么这里强调一下,就是我们这个,大家应该属于后端,后端程序员,是吧,后端程序员啊,就是说后端程序员的话,即使说你不学前端,你的JS也必须,也必须学, 就是说一个厉害的后端程序员,他同时也是一个很厉害的JS的程序员,就是说JS代码的话也是比较多的,就是说你写后台的话,JS代码也比较多,所以说JS是必须学的,应该这么说吧,我们JS里面实际上有一个酷叫JCorey,JCorey酷啊,这个JCorey酷的话应该这么说,就是一个厉害的后端程序员, 同时也是,他同时也是一个JCorey高手,可以这么说啊,好,那么我们的JS当然这么讲啊,原生JS大概讲三天多吧,三天多啊,那么,还有一个JCorey就讲四天,当然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啊,JCorey的话本身也是JS,JCorey就是JS, JS的一个酷,这样的啊,那的话后面大家要做一个什么呢,这个天天升星的这个什么呢,这个项目吧,做那个web的项目啊,做一个天天升星web的项目啊,做那个项目的话就要用到,基本上要用到JCorey,JCorey的这个科技没列出来啊,好,下面我们开始学的这个是属于什么呢,属于原生JS啊, 就是JS的话就比较特殊,它分为原生JS和JCorey库,原生JS和JS库啊,这么分的是吧,那么Python没有听说过吧,原生Python和Python库吧,没有是吧,啊,我们这个,这个JS库的话是很重要的一个库叫JCorey是吧,它是什么呢,就是全球46%的网站都在用这个JCorey的库啊, 你们项目开发中的话也会用这个啊,所以说的话,这个就是分原生JS和JS库啊,这两个说法啊,好,那么接着的话,我们要了解一下原生JS啊,那么JCorey的话也是什么,属于用原生JS写出来了,是这样的啊,就是它也是JS啊,好,我们来看一下啊,JS好,JSQ的建设啊,JSQ的话,它是什么呢,它是,它的运行环境是什么,是浏览器,是吧, 所以说我们的电脑实际上只要装浏览器的话就可以跑这个JS,就不用另外装环境的吧,是吧,你跑Python是不是得装个Python的环境呢,比如说刚才那个loadJS,它也要装一下load,才能跑loadJS啊,那么我们的JSQ的话是怎么样呢,直接可以跑的,它是跑在什么,浏览器上面的啊,只要你有浏览器的话,就直接可以跑这个JS啊,那么它是属于什么呢,属于我们这个前段的第三大块吧,像是第三个语言是吧, 我们前段的三个语言是吧,第一个是什么呢,HTML啊,DLCS啊,我们刚刚的是吧,相当于告语段落了是吧,接着来学这个第三个语言就是JSQ啊,JSQ的话,那么,它是什么,浏览器解释执行的,是吧,它是解释执行之后的话,是吧,它之前的话,这个JSQ怎么样,它是运行的很慢的,运行的很慢的, 然后呢,这个JSQ的这个历史呢,也是什么,就是比较取得啊,也是忍辱负重多年啊,就是一直被人家给轻视,是不是这样的啊,被后段成语言鄙视,是吧,说这个语言是一个玩具语言,是吧,那么它今天呢,终于什么,扬眉吐气了吧,终于扬眉吐气了啊,那么写戒牙式的人的这个心知的话,也什么, 也不比后端的低,而且有很多还比后端的高,是这样的啊,写戒牙式,如果你戒牙式厉害的话,你的这个心知也可以什么,达到很高的水平,是吧,好,那么戒牙式的话,这个历史的话,大家如果感兴趣,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啊,那么就是,它是很早就有这个语言了,是吧,只不过沉寂了很多年,中间的话被什么,被弗兰西封信了一段时间吧,弗兰西封信了一段时间之后,就把它,它就是什么,它就是被忽略了,是吧, 后来弗兰西,什么呢,就什么,就是被什么,被什么,被什么,进了之后,是吧,就是配数历史之后,什么呢,就是承议员就想到了什么呢,加了视频,是吧,弗兰西不是可以做动画吗,是吧,那么我们戒牙式实际上也可以做动画,是吧,弗兰西的话,它里面的什么,这个图片是不能被什么,收索已经收到了吧,那么我们戒牙式也可以控制图片做动画,是吧,那么这个图片是可以被收到了,是吧, 好,那么的话,就是第一点啊,第二点的话就是,戒牙式怎么样呢,它后来发展是什么原因呢,还有原因是什么,属于什么,而弗兰西出现了吗,而弗兰西出现啊,好,而弗兰西出现就导致这个弗兰西的发展,接着的话怎么样呢,谷歌,谷歌这个公司啊,就是,谷歌公司怎么样呢,又发明了新的这个,这个什么,解释器引擎,叫什么,V8引擎啊,V8引擎的话,让这个戒牙式, 这个戒牙式的运营效率,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高啊,那么这两点的话,就导致这个交互牙式的发展啊,很快啊,发展很快啊,好,那么这个戒牙式啊,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,我们用户对这个页面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,是吧,以前的话,我们的页面只要求文字加图片吧,现在页面的话,我们需要它的交互越来越好,是吧,就把戒面当成一个软件来用,啊, 这个也促使了加图式贵股的发展吧,我们要做这些交互的话,还得靠,还是要靠这个,加图式贵股,是这样的啊,就是加图式贵股的发展起来啊,好,那么的话,加图式贵股除了,有这个加图式贵股之外,那么前当还有什么语言呢,前当还有个什么,坚式贵股啊, 这个是微软独有的,微软自己独有的啊,这个不是实在加图式贵股,它是微软创建出来的一个语言啊,类似于加图式贵股啊,好,那么前当还有什么,action式贵股,是吧,这个语言是什么呢,就是刨在flash里面的啊,就是flash里面的变成语言,就是action式贵股啊,大概是这几块啊,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,面试的时候可能或者比试的时候会考到啊,就是说前当的语言什么,有加图式贵股,是吧, 还有这个j式贵股,以及action式贵股啊,那么这两个语言的话怎么样,是拿不上台面的啊,目前是拿不上台面的啊,主流的还是什么,加图式贵股啊,这样子的,好,那么的话,这个就说了一下加图式贵股的一个背景的一些东西啊,背景的一些东西啊,那么加图式贵股这东西怎么样呢,还是对什么呢,所有程序员都是有用的啊,就是即使你不学钱的,你要学加图式贵股啊,这样子的,是不是说大家什么呢,要担正这个什么呢,这个态度啊, 包括我们1727的有些人也是对贵股是不感兴趣,后来做项目的时候做不了,是吧,你项目必须用这个语言来写吧,前当的贵面啊,必须用这个语言来写啊,好,这是关于这个贵股啊,好,那么接下来我们呢,再来说一下这个贵股啊,这个基本的这个,啊,嵌入方式,是吧,好,你既然要用这个语言了,是吧,这个语言的话也是怎么样呢,跟我们的四样小子一样怎么样,也是要嵌入到页面上,是吧,最终是以页面为基准吧, 好啊,CSS引进来,GIS引进来,是不是这样的啊,以这样的啊,这样一个方式来运行这个GIS语言啊,那么这个GIS语言的话,它嵌入页面方式跟CSS一样啊,也有三种方式啊,也有三种方式啊,好,那么它有什么,外部引入吧,外部引入啊,然后是页面内嵌啊,或者是什么,行间吧,我们有行间样式吧,是这样的啊,三种方式啊,好,那么这三种方式啊,我们来看一下啊,首先我们 我们来啊,它是这么反正来的啊,我们也让它这个来吧,好,看一下啊,我们来新建一个页面啊,比如说这个是,这个是什么呢,建设,引入页面啊,建设是嵌入页面啊,建设是嵌入页面啊,嵌入页面啊,好,保存一下啊,保存一下啊,保存一下啊,好, 好,那么CSS一样式和GSS都是什么,以HTML为基准吧,好,首先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,比如说这里面有个,呃,第一种方式,它是这么反正的,今天是什么,行间事件,就是把GSS写在行间里面,就写在标签里面,这个意思啊,比如说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,比如说我们来新建一个什么呢,这个input什么,type等于什么,button,这是一个表单空间里面的按钮吧,是吧,好,比如说它的什么,value什么呢,等于什么, 点击,是吧,点击啊,好,那么的话,那么的话,我们这个标签里面怎么样,都有一些事件属性,什么事件属性呢,比如说有一个什么,onclick啊,onclick什么意思啊,就是鼠标点击的时候,啊,这个事件属性啊,然后把GSS代码呢,写在这个里面,写在这个引号里面,是吧,这个是不是很不好啊,是吧,你代码是不是和这个混在一块呢,是不是这样的啊,混在一块啊, 那么这种一方式的话怎么样,只是大家了解一下吧,比如说onclick的什么呢,alert,一个什么,好,这个alert是什么意思啊,它是系统里面自带的一个什么,函数啊,这个函数是干嘛呢,就是弹出一个东西啊,比如说这个里面啊,弹出一个什么,hello world,是吧,hello,hello world,好,这是基本的一个写法,是吧,好, 这个hello world,是吧,hello world啊,好,那么呢,我们来看一下,这个写完之后,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,是吧,看它的效果啊,好,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按钮啊,按钮啊,好,我点击它,是吧,它是不是弹出一个hello world啊,这样子啊,这是什么,在行间里面插入GSS代码啊,好,比如说点击,是吧,hello world啊,好,这是第一种方式啊,这个行间事件啊,好, 好,那么第一种嵌入GSS的方式啊,好,这是第一种嵌入GSS的方式啊,方式啊,好,这是属于什么,行间,行间样式啊,行间事件啊,行间事件,好,我们有行间样式吧,是吧,好,好,接下来,那么就是第二种啊,第二种是什么意思啊,就是我们在这个页面上的,这个头部, 和样式一样的,是吧,好,样式的话,我们输入什么,时代吧,好,比如说时代,这是插入样式吧,是不是这样的啊,插入样式啊,那么我们插入GSS的话是这么写啊,用这个square标签来插入GSS啊,这是类嵌式的,是吧,这样子吧,然后在这里面什么,输入这个什么,GSS代码啊,输入GSS代码,好,比如说我直接写什么, 啊,输入一个什么呢,这个,输入一个什么呢,哈喽卧的,是吧,哈喽卧的,是吧,是这样的啊,好,好,这样签完之后怎么样呢,那么这就是一个GSS的代码,是吧,GSS代码啊,这样写,签入进来啊,签进来之后怎么样呢, 我们就来运行一下这个页面,是吧,好,我刷新一下,是吧,那么这个是什么,哈喽卧的兔吧,是不是直接运行啊,哈喽卧的兔啊,好,确定啊,好,我点击它的话,它也可以弹出这个啊,好,这是第二种方式,是吧,第二种方式啊,这两种方式怎么样呢,是同时什么,是,都是放在页面上,是不是这样的啊,放在页面上,好,这种方式都是放在页面上,是吧,好,这是第二种方式,是吧,第二种方式啊, 好,第二种方式,第二种,签入GSS方式就是什么呢,内签,内签,内签GSS啊,好,那么同样的,那么我们还有第三种方式是什么呢,就是外列式吧, 外列式GSS,实际上我们已经用到了,是吧,刚才我们那个布局是不是用外列的一个GSS啊,外列的一个GSS啊,外列一个GSS啊,外列一个GSS的话,我首先怎么样,我自己得新建一个GSS文件吧,假如说我要新建一个GSS文件啊,那么新建的GSS文件一般是放在什么呢,放在GSS文件夹里面吧,假如说我在这个文件里面,我自己新建一个文件夹,新建一个GSS文件是不是可以啊, 好,我在这里留一个File,是吧,假如说拿一个hello,hello.gss吧,hello.gss啊,把它存下来,保存一下,是吧,好,存到这个GSS文件夹里面是这样的啊,好,那么这个时候我写一个,也写一个,写一句是吧,比如说也写一个alert什么呢, 拿一个什么呢,拿一个什么呢,hello,hello world,hello world,hello world,again,是吧,是这样的啊,ok,好,这样子是吧,好,again之后那么怎么样呢,这个GSS是不是写好了,是吧,好,写好之后这个GSS文件怎么放到我机面来呢,放到这个页面来呢,是吧,那么就是什么呢,还是用这个sq标 sq标签啊,记得啊,还是sq标签,那么的话,这个时候怎么样,在这里面写一个src等于这个gss里面的什么呢,这个hello.gss,是吧,是这样的啊,那点gss啊,好,这个已经来之后怎么样,这个已经来之后啊,已经来之后怎么样,就是,再来看一下啊,好,我来刷新一下,是吧,那么这先是hello world again吧,是吧,好,然后是什么,hello world 2吧,好,然后这个要点击才能什么,hello world,是这样的啊,好,它是什么运行的呢,它是先从上往下读啊,从上往下读啊,比如说先读到这里吧,读到这里之后,然后就运行这里面这一句嘛,运行这一句啊,这句完之后,然后怎么样,接着再怎么样,再运行这一句嘛,运行这一句啊,好,那么这一句的话是什么呢,必须点击它才能运行吧,是这样的啊,点击它才能运行吧, 它不点击它就不运行,啊,这样子的,好,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,JS的基本的一个引用方式啊,好